第三節 第三節 還蠻有動態進攻的樣式 5分01秒 林素要上了 這時候籃網輸9分 林素有點奇數 給Harris Harris遠射不近 附近 不錯 林素好 打個Pick and Roll 給Booker 灌籃 得分 漂亮 林素好 買分成功 這節節奏顯示變快 3分 運氣好 林素好又被助攻 似乎又開始打起 動態進攻來了 哇 不錯 IJ Harris 被林素好吃個火鍋 他今天吃個林素好不少虧 林素好帶過中線 Pick and Roll 2分 打敗黑背 好戰術 5分 8 assist 6 6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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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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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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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被林苏豪追回了一点 这是他第三度追分 第四节 林苏豪先发上场 林苏豪又轻松带过中场 他永远不会忘记 打Lopez这一点的 结果果然有好结果 得分小仗加一 第四节 11分03秒 林苏豪下去 Lopez发行这球 这时候他们只输2分了 4分56秒 篮网又输了6分以后 林苏豪上 Era Gordon 看到林苏豪可能有点害怕 所以你看他赶快把球传给哈登 哈登把球丢出来 然后这个被林苏豪抄到 林苏豪得2分 立刻拉近2分 只输3分 守Gordon这球 你看这个先被 Lenae用肩膀顶一下 结果没有判的那些犯规 林苏豪继续跟着Gordon 这时候 Gordon手移过来 他们说这球事实上 他说林苏豪碰到球 所以他不算两次运球 我们现在看慢动作的慢动作 这球你看林苏豪哪有什么碰到 他自己把球拿去 在地上排 所以这应该已经是两次运球 现在林苏豪追过来 林苏豪立刻忘记那球 有机会给Lopez打中线 他一定不会放弃的 哇 这样子 这个Lopez又赚到犯规 他真的两分 林苏豪立刻推进 当他们这些人还没有发现的时候 林苏豪已经给到Harris手上 得3分 马上抢3分回来 这就林苏豪的威力以后 现在又变成只差2分了 现在换火箭 所以林苏一阵穷打以后 他们说Jermy Lim with the basketball 现在立刻丢给Booker Booker绝对不会放弃给Lopez Lopez又得2分 他们林苏豪就会有这种简单得分方式 这球要来办以后快速往前推进 这球又是 是他们主打犯规 Booker小仗加1 现在已经平手了 Booker白球 进 篮网首度领先 哈登进攻 没进 再抢一个 被林苏豪跟哈登去抢 结果派是篮网的球 林苏豪又打这种简单的给Lopez Lopez又得分 116比113 双方应有平手 再给Lopez 再给Lopez Lopez 得分 结果派SK2 犯规 状人犯规 这个犯规呢 在之后的那个 NBA的 report上面说 这并没有犯规 NBA officiating last two minutes report说 Shawn Kilpatrick 并没有犯规 你看 INC 这并没有犯规 他真得分 林苏豪拿到球 进攻 往后给Harris Harris上来 得分 118比118平手 在剩21.8秒的时候 林苏豪投个三分球 你看这球 NNA有没有犯规 你看 NNA跳起来 NNA上去挡 这都没问题 他这边也没问题 问题在哪边 你看这里 NNA出手 但是出手以后 你看看 在照理讲 NNA应该要让他可以有 跳下来的空间 结果你看他有没有 他这里已经把他撞了 你看 他事实上 只有单脚 左脚着地 他没有 他没有跳下来的空间 所以这球NNA应该是犯规的 结果你看 林苏豪这球 偏得非常厉害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人就是 林苏豪他们进攻 然后你来看这球 看这边 这是Bevillard 你看 他的手 你看 他的手在这边 一直抓着林苏豪 你看见没有 他的手一直在抓着林苏豪 结果你看 他抓了林苏豪 把林苏豪抓倒了 结果 造成 SK2没有办法发给林苏豪 而 那个 大陆就 就失误了 所以这球 也是 该判而没有判 这个结果呢 也是在 事后 他们的那个 叫做 NBA 这个Officially Last Two Minutes Report 里面 他有写到 这边 你看 Jimmy Lynn是被害者 是 Bevillard grabs and holds Lynn and affects his free of movement during the inbound 所以这球 裁判该判还没有判 因而造成了说 林苏豪 没有办法去接球 如果这球判犯规的话 林苏豪可以罚两球 这样他们就可以 那个 打成平手了 118比120可以打成平手 其实 蓝网可以打败火箭 但是为什么 蓝网没有赢呢 因为裁判打败了蓝网 这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 第四节 1分36秒的时候 误判 SK-2撞人 第二个是 在最后一几 就是8秒的时候 黑背 抓林苏豪犯规 却没有判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第四节 1分36秒的时候 SK-2进攻 结果判他犯规 其实事后审阅 并没有犯规 所以 这球是误判 第二球是针对林苏豪 你看 林苏豪跑过去 因为他拉着他 让林苏豪摔跤 用密码 尝给林苏豪 因此造成 难忘失误 所以这球 如果 他们判对的话 林苏豪可以罚球 那就 120比120 可以平手了 各位听到没有 说 Beverly有 two huge defensive play down the stretch 实在听不下去 所以被我消音了 所以这场球是 118 比 122 林苏豪他们输了 LU1 如主播讲评 苏豪上誉 经验付出 三度追分 败给裁判 谢谢大家